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赛前也是受到太多人关注了 对 包括现在我们因为同步还有一些网络的直播 大家都在热议 很多都在猜测这个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比赛刚开局 我们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吧 虽然很多的全民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刘薇吧 我们重点要重点介绍一下刘薇 因为刘薇对于武林峰这个擂台的观众来讲 还是有一些些的陌生的 因为他打我们的比赛不多 去年和郑军峰打过一场 当时是胜了 我们称他是默默无闻的拳王 其实刘薇也是出道已久了 他打拳已经有十几年 十七年 坚持了十七年了 只是在另外的这个赛事的平台上 对 其实和他这个同时代的很多很多拳手 其实有的退役了 但他还是一直在坚持 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梦想 希望能够走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吧 其实魏瑞对刘薇的评价是 实力大于名次 确实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魏瑞吧 魏瑞去年在武林峰拿到了一个这个六场比赛的胜利 拿到了超级王者战的这个超级王者 太突然了 看看还行不行 能不能恢复过来 能不能恢复过来 不会吧 太冷了 这个后制拳太快了 因为我们知道刘薇之前确实是打拳击出城了 练很多的这个同时年的拳击 但没想到今天确实是在拳法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很明显的这个时候 还在慢慢的去恢复当中 不要着急 回复过来了这个时候 你看 魏瑞在空一空距离 再空一空 后制拳又没中了 魏瑞还是要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给我的感觉魏瑞还是速度稍微慢一些 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 哦 这是魏瑞的爱 也是特别的担心 好 第一回合 应该第一回合撑过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有一点点时间的恢复 好 哎哟 惊心动魄的第一只 确实啊 对 这个后制拳太冷了 对对 我要 如果有慢镜头回放一下 我们看一下 对对 我要看一下这个 大家的第一个看法 帮我来 帮我来 所以作为挑战者 我现在的 刘威瑞一天肯定是 非常的重啊 当然我